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今天同时看到两则新闻都是讲租房的 一个是在欧洲发生的,一个是在中国的 先说欧洲的 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交不上房租 奥地利就规定,从今年3月份到6月份期间 租客可以晚点交房租 房东是不可以把他们扔出去的 但是以后,租客要交每年4%的违约金作为一个赔偿 如果超过期限,租客还不交房租 房东也不可以赶他们走 而是要等到明年1月份才可以向他们催讨房租 然后再等半年,要到明年7月份 房东才有可能把拖欠租金的房客赶出去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也都是非常难的 同时,政府给需要帮助的租客提供一些必要的补贴 第二条新闻是中国的蛋壳租房爆雷 是这么个事情 有些年轻人他想租房,但是只想短租 但是房东倾向于长租 那么租房就比较困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年轻人他想长租房 但是房东把房子卖了 那么租房的人只能又搬出去 漂泊不定也很痛苦 那这个时候就出了一家公司 他从很多房东这里 用比市场价高的价格租到了房子 然后把这些房子装修一下 假设说有一套房子 那就把它一格二一格三,然后每个房间都弄成年轻人喜欢的印封 然后转租给不同的年轻人 那为了吸引年轻人来租房呢 他把出租房子的这个价格呢 定的又比市场价低了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高的买,低的卖 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租房都是三个月一付,负三压一 就算你的租金比市面低了一点 但是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呢有经济压力 那这个时候这个公司还推出了一个贷款 帮助年轻人分期付款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很好的 相当于批发转零售 而且还提供了当中的真值服务 也就是装修和贷款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会问了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高价买,低价卖呢 能赚钱吗,可持续吗 那这跟我们的国家的商业环境有关啊 急于在短时间之内办大事 办出名气和成果 手上有大量的客户和房源呢 才可信,才能吹牛逼 才能够有风头,才能上市 但是买房租房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的 要有耐心才能够拿到一个好价格 可耐心就是时间去换的 而这类公司呢恰恰最等不起 所以他情愿用高价去收一个房子 快速打出名气 然后再低价租出去 快速圈到消费者 那这个当中的差价呢 他就当广告费或者推广费去贴补了 也是核算的,他们认为 那其实这个我也是很理解的 时间不等人嘛 那快速做到规模之后 盈利以后方式还可以慢慢调准 那为什么会爆雷呢 因为这家公司拿到了租客的房租之后呢 他并没有立即交给房东 而是拿着这个钱啊 去P2P去放贷 这样就把游戏搞复杂了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公司放出去的贷款 根本就收不回来 这整个店条当中就断了 那收不回来贷款 就没有办法还给房东 房东收不到钱 就要把房客赶出去 那房客说我已经交过钱 我不能搬走 那房东呢就拆门换锁 停水停电 房客就说 你在那我就让你的房子变成凶宅 就毫不热闹 那很多房东呢也很委屈 说这个舆论啊 总是帮着弱者 觉得租房的是弱者 觉得房东是万恶的 但其实我们的那个房子呢 也是背着贷款买回来的 也是需要用房租来补贴贷款的 那一个月租金收不上 银行又不可能给我缓冲的 那让我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国家出面 鼓励大家协商 比方说损失一人一半 但是基本上还是很少人 能够真正的去协商下去 哎我其实挺可惜这家公司 这个创意是真不错的 其实能够同时满足多方面的需求 房东本来也开心的 能够好一点的价格租 房客可以有更低的价格 还能带到点款 像这样的公司 它本身就有通过装修和贷款去盈利 特别好 那这样的公司在欧洲 我觉得是很难诞生的 因为欧洲的法规很严 比方说瑞典啊 它甚至不鼓励 大家把自己的房子往外租 在瑞典如果你长期租出去 两年以上 物业会认为你不需要这个房子 就会把你的公寓强行拍卖 在德国又非常保护租客的利益 房东又很难取消合同 总之呢 大环境上 欧洲是不太支持这种类型的创新的 更不要说 这个公司还融入了金融借贷平台进来 那到时候的审核更是难上的加难 我们华人肯定有感觉 想在欧洲做点事情就是寸步难行 这也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降低非常多的风险 像这种爆雷呢 在中国是雨后存损 但是在欧洲就不常听到 所以说啊 欧美出不了马云 中国也出不了马斯克 我是小秦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conservation